周五以色列表示 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歼灭真主党二号人物阿基尔 和策划九一恐袭的宾拉登一样 阿基尔也是美国国务院 2019年9月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 以军表示 真主党在周五当天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170枚火箭弹 至少一半被防空系统击落 同一天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发动定点空袭 真主党高级指挥官 伊布拉辛·阿基尔 和另外10名真主党官员毕命 以军表示 根据情报 阿基尔等真主党成员 正在一起协调 发动对以色列公民的恐怖袭击 去年10月哈马斯恐袭以色列以来 阿基尔指挥向以色列发射了8000多枚火箭弹 迫使以色列北部约6万平民撤离家园 美国表示 阿基尔是1983年轰炸美国大使馆主要成员 同年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 造成241名美国军人死亡 同时对许多平民和无辜者的死亡负有责任 李巴嫩贵员表示 初步统计 以军的空袭已造成12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余良组合报道